再去看一下这个茉莉花 茉莉花已经开出花来咯 这个香味非常的浓 这个茉莉花不仅香味非常非常的浓 而且花朵也非常的漂亮 这种洁白色的 然后大家看这个花瓣 还有一点虫瓣的那种感觉 真的很漂亮哦 只不过现在我的这一颗 因为当时剪的有点晚 所以开的花没那么爆 看到没 有几个枝头上面开了花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咯 要经常的检查一下 这个盆堵是不是干了 不要像我的那个小木槿一样 干成的 它的这个叶子捏下来了 才给它浇水 那样的话就会影响它的生长 因为这个茉莉和小木槿一样 在夏天它是疯狂的生长 然后开花 这个时候它对水分的需求 是非常非常大的 再加上夏天这个天气热 水分蒸发的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来检查一下 看这个盆堵表面有没有干啊 比如说像我的这个就发白了很干了 再提一下花盆 哎 轻了很多 那就要给它浇 现在我就来给它浇水 在夏天只要是这个有太阳的这个时候 最好是早晚浇一次 因为这个茉莉花它是要放在这个太阳能晒到的地方养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水肯定是一定要给足 因为这茉莉是越晒 然后长得越旺 开花越香的 而在晒着太阳的时候 缺水就是致命的 你想想看这个夏天的天气多烈 而且它的这个叶片是比较薄的 不是储水量很多的那种 如果缺水的话 是真的很容易把它给晒粘的 所以摆放在什么地方 浇水的这个次数和频率也是不同的 如果你是摆放在这个阳台上面 可能只晒到早上或半晚的太阳 而且又是这种棚栽 通风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 那么就不需要早晚浇一次 你只要去检查一下 有没有干就可以 干了就给它浇 所以我们不需要给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